其实钱是很容易赚的,你知道吗? 怎样通过房地产赚钱,哈喽? 你只需要找那种Cash Back Reback 高高高高的Project 然后直接买多多个Unit 通过不同的银行来Process你的Loan 做Complex Loan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很多Cash,对吗? 哈喽?很多Cash,对吗? 你再把这些Cash 放进去 别一个Property 懒好栽埋 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似曾相识呢? 哈喽大家好,我叫Sam耶 我的主要是透过幽默风趣风采 用你更容易明白房地产知识 将来达到更精进的投资方案 那在看视频的各位 可能你已经 最少了 没所谓 你今天就会搞清楚 什么是Complex Loan 和High Cash Back Property的陷阱 那到底Complex Loan是什么呢? 哪里? 买专举负负责人就不会迷路 事上上下都老师教你怎样做Complex Loan Complex Loan即是说 通过一些特殊的technic bypass这个银行的流动 这个technic是可以用来cheat 这个Corda 可以用来cheat所谓的DSR 即是说你可以拿超过两间90% residential data的unit 又或者我们是professional一点 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连超过你的DSR能力范围之外 其实Complex Loan有几个名字 Parallel Loan Maldival Submission 什么链名都有 简单来说 你直接卖三间residential data的unit 是可以拿到三间都是90% 这个就是所谓的Complex Loan Complex Loan 全部都在一起 然后一起生 说完Complex Loan 就说high cashback property 一般上如果你去买新的project 通常发展商会给你rebit 差不多5% 8%左右 所谓的high cashout property 通常超过25% 我听过一个是非常夸张的 因为它的rebit是高达40% 有多夸张多吸引呢 假设你已经买到一个property 是rebit40% 那你loan就借90% 是吧 所以10%才帮你比较逗计 还有另外30%才进入你bucket的朋友们 好 我们说回一些真实的case 好吗 在2015年左右 就在Johobaru那里 有一个新出的项目 这个项目就很厉害了 基本上每一天都有塞住人客 来这里卖楼 成堂巴士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个项目rebit 30%到35% 朋友们 听着 听着 你只是卖而已 直接有200千的cashback 你会不会觉得非常夸张呢 如果你是年轻人 实际上看到这么大的数目 去到你的pocket 你会不会好像见到Maria那么兴奋呢 试问一下 在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个人可以受得住 这样的诱惑 我知道你得的 那有个人就卖到8间了 诶 朋友 不是无垫啊 8间 那cash out出来多少钱呢 那你自己看吧 那年轻人嘛 10年拿到一大笔1.6million 哦 拿来做什么呢 努力发奋图强的工作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迎娶百富美 不过事实上呢 他用这笔钱去旅行 卖车 卖什么 袋袋袋袋 连官都卖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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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高潮来了 朋友 他买的土地已经建好了 要开始供楼了 他每个月的租金 是差不多1,500元 1间 1,500元 那他每个月的建筑 4,500元 每个月要贴一个3,000元 现在这个时候呢 没钱供 cash back 又差不多用完了 没有了 最终最终最终它怎样呢 Declare Bank of C 真的没办法了 所以 hi cash back 你不懂管理你的cash back 小心通分你的头脑 害羞死你呀 sorry 刚才稍微有点激动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激动吗 因为我的阿爸 我的阿叔 我的表姨妈 全部都 当然没中招啦 他认识我嘛 Sam爷咯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先講解Compress Loan的陷阱 第一 02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做Compress Loan 可以 不过你要量一下你的头够不够大 你的帽带不带得入 没有这么大肚子,不要带那么大便的猫 若果你今天compress了五间 稀不稀,五间都租不出去 只不过你的cash flow非常之强大 租不出去都不拥钱 你可以有空 这样你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事 第二,management issue 即是管理上的问题 就算你今天五间你都可以顶 不过你的management issue出现了问题 都是非常之糟糕的 怎样说呢? 如果你今天完全没有买过任何property 实际上你来了五间 你不懂怎样去管理 这样你的property都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刚才你说你不懂怎样管理 老张哥,你要找我管理 来来来,谢谢你 对不起,谢谢你 第三个就是突发情况 怎样说突发情况呢? 就是bank知道你出猫做这些compress loon 本来你可以先借到70% 不过你利用这个流动 你借到90% 对不对? 如果bank知道你做compress loon 的情况之下 它是有权叫你偷一些20% 你知不知道? 那这20%是什么? 你的down payment 那说完compress loon 现在就说high cashback的陷阱 第一 又是第一 value 第一个就是value 通常这个high cash property 通常这个price和value 是不成对比的 我打个比喻 你今天卖了一个1million的property 发展商非常之好人 他reback你40% 这样你只需要用600千 你就可以卖到这家property了 你是不是赚到? 好啊 然后丢你的agent和你说 嘿 你看看 你买这个property是1million的 现在我们reback 40%给你 你只用600千 你就可以卖到1million的property了 然后你卖出去 都是1million的 等于你赚到400千了 朋友 那你觉得真有此事吗? 市面上是非常之多你的project 是利用这个cashback 去吸引客人过来的 事实上他们这个value 根本是不值得1million的 第二个陷阱就是 你卖这个property是为了cashback的 看着视频的朋友们 非常要记住一个道理 卖楼盘 卖property不是要卖for cash 你要卖它的value ok? 所以这个property的value 是最重要的 是合胜所在 如果你find out 这个property是绝对有这个value 又绝对有这个价值的呢? 再加上它又有些cashback给你呢? 那这种就算了 你又有cash 这个property又有value 这个cash就是你的其中一个bonus 第三 就是钱财管理 钱财上的管理 十时间扭了这么多cash 百几二百千 当然拿来卖东西了 难道等什么? 这样就害死你了 朋友们 就算那天突然给你一千万里 你不懂得管理这笔钱 都是没用的 幸好大家留守这个video了 因为这个video的重点就是在这里了 你要怎样去避免異常的悲剧发生呢? 第一 buy wholesale plan 即是你有一个明确的planning 怎样去卖 和搜 和埋 买property 哪个都会卖 真正难的地方就是搜 就是我们说的whole property 你要卖这个property之前 你一定要想清楚 将来你的target audience是哪个呢? 你将会租给哪个呢? 然后你要怎样装修呢? 你要卖些什么家事呢? 简直哪个别是来? whole 因为whole这个step呢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做完whole了 就做selling plan了 怎样去sell你的property 如果你今天搞清楚 怎样去buy hold sell呢? 什么property都难不到你了 第二 不要碎仔探线 千万不要碎是这个贪心这两个字 人都是贪心的动物 打个比喻 你去云顶博杀 你赢了个50元 你会怎么想啊? 这样容易就赢到50块啊? 我再玩下去 这样我就可以赢到100块了 你输的时候你怎么想啊? 你输了50元 我就不信我会输 我再玩一次 我一定要赢回本 到你赢回本了 你又会怎么想啊? 不如再玩一次了 反正没有赢没有输 至少赢一个50回去嘛 到你赢回这个50了 之后就重复了 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喜欢 是不扭扭扭扭的事情 即是不劳而获 我跟你说啊 我也很联想 有一个方法呢 是最容易毁灭一个年轻人的 你每天灌输他一个东西 叫做财务自由 Passive income 财务自由 Passive income 以后你不用做 躺在那里 那是签字面来的 你不用做事的 你一直 关注这些概念呢 那年轻人呢 很快玩完的 因为他已经一美想着 要轻松 不露而莫 贪心 我们做人始终要脚踏实地 是不是啊? 第三 删除一个mindset 没有cashback和你不要买 这个mindset 直接删除去 delete delta 我要看这个视频的观众朋友们 没有cashback不要买 换去没有value不要买 OK 到这个视频就差不多结束了 大家好 我是幽默并且专业 不过不够型的Sam耶 终于这条片的朋友 欢迎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打开你们的时候 点赞 我们下次见 拜拜